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 内容是这样说 在一千个已婚或未婚的人中 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清洁的习惯在维护身体卫生思想纯洁方面的重要性 疾病是违背自然定律 忽略生命和健康律的必然后果 我们的身体需要保养 好使我们能够专闻上帝 他已经救赎了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保养这部活机器 令到我们的灵魂和身子都可以分别为性地侍奉它 我们作为有理性的人 但是就对身体和个中要求可悲地无知 我们所见的学校虽然已经开始学习生理学 但是就没有以应有的明显活力把握它 他们没有聪明地实行所学的知识 也没有认识到身体若然不粗练就会衰退 儘管有这方面的亮光从圣经中照耀出来 儘管有但以理、沙特拉、米萨和阿伯尼哥的教训 儘管有健康饮食的明显成果 依然很少有人重视这些蒙上帝启示之人所写的教会 人普遍忽略饮食的习惯问题 食烟饮酒依赖肉食的现象愈发严重 你是主的财产 因着创造亦因着救赎 你是属于它的 你要爱伦舍如同自己 这里所呈现的 是说到要尊重自己和主的财产的界命 会引导人尊重人人都要履行的义务 就是保护人体这部 受造奇妙可谓的活机器 要了解这部活机器 只想研究这个奇妙机构的每一部件 要实行自我保护 黑雷斯集原文第45至46页就提到 光泛身体的律法 就是光泛上帝的律法 我们的创造主是耶稣基督 祂是我们人类的作者 祂创造了人类的軀体 祂是身体律法的制定者 亦都是道德律法的制定者 人若然在涉及肉身生活和健康的习惯 和行为上疏忽轻率 就是得罪上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明天的神中课 再见